韩国瑜几场造势的活动 除了他的庶民语言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把过去这三年多来 大家不喜欢民进党执政 让所有的国人有一个好的出口 但是昨天的游行 事实上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民进党对于我不喜欢的意见 我就给他抹红 甚至是我不喜欢听的声音 我就直接把他关掉 我们长期民进党都知道 他强调捍卫民主的价值 蔡英文天天在喊捍卫台湾的价值 请问你蔡英文 台湾的价值是什么 是只要会伤害我的选举 只要跟我不一样的价值 我就要把你关掉 甚至我就要把你抹黑 跟他不一样就不叫台湾价值吗 就不叫台湾价值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变成是一言堂 叫做民主倒退 那我觉得蔡英文之前也讲过说 没有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认同道歉 媒体事实上是第四权 我们每一家媒体 他或许他有各自的报道的立场跟想法 但是国人有选择自己想要看的媒体新闻自由 那对于不同立场的新闻自由 或者是对于蔡英文 他觉得对他报道的 对他选举不利 他就要直接把他关掉 我想这个是民进党在最近这段时间 无论是操作政治的黑手 伸进去NCC 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但是昨天刚刚一开始 韩兵讲了就是说 这一次有很多个复合的因素夹杂在里头 造成了这一场游行 不论他人的多或人少 但是最后就是要探讨出来 昨天这场游行 到底谁得到所谓的政治利益 除了黄国昌之外 除了民进党想上台去蹭一下之外 其实我要提的是说 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 民进党也在推所谓这个 区域的委员的人选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